请各位就把刚刚这个范例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什么 刚刚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总共会有14个班级 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我希望直接一存 就可以直接把它存到哪里 这个是已经有存 这个已经OK了 假设说我希望按照这个清单 一个一个的帮我存档 然后存到哪里呢 存到我桌面上面的这个资料夹 所以也许啊 这边可能你要直接手动一个资料夹 如果未来你不想手动的话 你可以用VPAC语义法叫MKDIR 后面就是给那个路径的资料夹名称 他就会自动帮你MK MK就是Mac 增加一个资料 新增一个资料 那我们现在先手动好了 目前里面是空的 如果我现在写一个程式哦 就是怎么样呢 可以很快的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假班到乙班 到骇班的所有的这个工作表 帮我一个一个变成工作部 党名呢 也就是假班 以班丙班存起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程式该如何撰写啊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基本上的不会非常的复杂 我看一下这个放在这边 OK好 那主要就是这一段 如何把它放在 我执行一下 首先第一个 当然我这边多写一个 他会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请问你要放哪里 那我就选 选了什么呢 选在这里 桌面上面有一个VBA资料夹 然后我就确定之后的话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边里面的所有的工作表 一个一个的就存到这里面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程式该如何撰写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还可以把它删除掉 因为如果你不删除的话 假如你再做一次会怎么样 如果再做一次应该会 会变成一个重复 我再给他按确定 他不会有罢 他不会做无许 那好像又会什么 我这边有写一个删除 如果说这里面有资料的话 那我就扣这个删除档案 那怎么样就写这个删除档案的层次 删除档案其实就是 里面的话 这边说 会用到不是for回圈 是用到一个叫do file的回圈 然后我怎么知道说 这个资料夹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档案 会用到一个函数 叫做dir 利用那个dir做什么呢 就是去检查这个目录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档案 他会先帮我抓第一个 再抓第二个 那如果抓到我这个名称的话 我就可以把他kir掉 kir的话意思就是说删除 那如果你要再抓下一个的话 再再dir 所以你会发现第一次会需要跟他讲你的路径在哪里 可是第二次以后的话呢 就直接dir就好了 小刮虎 意思说抓下一个抓下一个 抓到没有为止就对了 ok 如果没有为止 赤杯主要 没有为止就是说 他如果查不到的话 他就变成一个空置串 当他不等于空的表示说 他有找到里面的档名 有档名 有档名 如果一直删到没有 那就自动就跳离这个回圈 do file的回圈是这样的用途 不是一个范围 所以删除 你会发现里面就不见了 有没有 那如何撰写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给一个名称 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我先把这个先删除 名称也许叫 批次将 工作表转工作部算 然后后面加个清单 清单的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要根据那个清单而来的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写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拿刚刚的这个词来改 复制一下 刚刚写的 不过我们刚刚是for i 等于 2到14 你也可以改1到14 这个没关系 反正这个我刚讲 你如果用2到14的话 那就这边是i 那这边就是 i 要-1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程式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到哪里了 放到我们要写的这个程式里面 可是问题刚刚是move 可是我现在不是要move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工作部 特别是有刚刚讲过 如果你要变工作部的话 你直接把它点copy就可以了 所以把点move改成点copy 后面的话 如果假如你有放什么 你要放在哪边的话 那他就会自动帮你放 如果我现在 假如点copy后面 是有写 假如说我 如果我有写说放哪里的话 他就会帮我放到那一个位置去 可是如果我没写的话 那他就是另外再把假班 直接就变成一个工作部 那底下我只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其实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 我先执行到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这边假如我设置一个中断点 把它跑一下 然后这个嘛 X这个指的是假班 X假班点copy 各位仔细看下方这边 这一行如果跑完的话会怎么样呢 点copy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就多变成 多变出一个什么 一个 所谓的活业部 或者叫工作部 那这个 这个活业部里面的话 他有个名称 另外的话里面只有一个什么 一个假班 那你想说原来东西在哪里 其实原来的那个 这个工作部呢还在 在这边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点copy他意思说他把这个假班复制 点copy 复制一个工作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可是他是复制到另外一个这个工作部里面去而已 OK 可是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呢 我需要把它存档到哪里 存到这边来 所以后面的话呢 你就需要什么 再写一行程式 写什么 把目前跳出来的这一个这个活业部 因为我名称不是这个 你不要存错了 应该是刚刚那一个 刚刚那一个的话是 这一个 活业部27这一个 可是我不见得每一次都知道他 到底叫什么名称 所以我们有一个惯用的写法 就叫什么 Active 有没有 你会发现 Active还蛮万用的 Active指是什么 目前活动当中的 那一个 这个叫什么 活业部 活业部的物件名称叫什么 Work Workbook OK 目前活动当中的活业部 叫Active 就指的是这一个 OK 然后呢 点什么呢 后面Anyone点下去 如果你前面的字没拼错的话 点下去呢 清单才会出现 然后要做什么 Save as 要怎么样 把它Save as 或者我是建议用SaveCopy as 好像这两个 其实我试过好像都可以 我们 我看一下我云端是放来的 反正这两个方法我印象中都可以 我这边 我是用SaveCopy as 我印象中好像用Save as也可以 那我就怎么 把它做什么 点 我先用SaveCopy as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 跟他讲说我要放哪里 放哪里 对不对哦 放的位置是在桌面上 那请各位 可以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上面的路径 这边点一下 它就会产生它的路径 C碟底下的什么Users 这个这个 Days到V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路径贴到这边 我跟他讲说 你帮我呢 存到这边 后面的话呢 必须 还要多增加一个 记得哦 这边要多一个斜线 如果你没有多这个斜线的话 它就不知道说 是要放在这个目录里面 OK 这个斜线指的是那个目录里面 OK 然后后面的话再end 档名叫什么 档名就是叫X这个名称 OK 所以就把X放在这里 然后后面还要再加什么呢 记得哦 它只有档名 那负档名就是什么 点XLSX 所以后面的话 end 然后负档名要给它哦 点什么呢 它叫甲班 点XLSX OK 这样的话 就给它一个名称 那并且记得哦 因为你把它存档的话 后面记得要ActiveBook 这个Workbook 它要怎么样 把它点什么呢 close 因为要下一个嘛 所以你就把它关掉 然后呢 是不是要self-change self-change 就是因为我已经定存了嘛 所以这边就False 就好 如果你不打False 其实你打零也可以啦 零就是False 我打False OK 这样比较 因为我云端上也打False OK 这样的话就OK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刚刚不是跳一个这个吗 就是活跃步27的一个 以后 不见得一定都叫这个名称 然后把这个程式往上 再让它倒车一下 看看能不能存档成功 帮我把这个活跃步27这个假班 帮我存成叫做假班 电XLSX 试一下 试一下 看一下 这个已经存了 这一行没错 但在这个VBA里面有没有假 诶 有假班 但问题 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哦 哦 XL 啊 怎么复杂名 打错了 应该是打 应该是什么 复杂名应该是 XL XX 对 反掉了 OK 好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如果错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 没有 图示就播OK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呢 把它关掉 关掉的话就这一行 就是 Active播book 帮我关掉哦 而且不要存档 好 OK 那这样的话呢 假班就存好了 再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一样哦 变乙班的 有没有 乙班又跳出来了 这个就乙班 好像有个顺序 我也不 变 28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把它存档 然后再close OK 你会发现 因为我乙班的副档名 有把它改正确了 所以你会发现 乙班的那个 档案的那个图示就正确了 OK 应该懂的意思吧 然后 如果你要让甲班 恢复正常 很简单嘛 你就把它改一下 xls 什么呢 x 这样子 Enter的话 有没有 要变更吗 变更 甲班又正常 OK 不过喔 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预设啦 因为 这个windows10预设 它都不会显示副档名 那如果你要显示副档名 你可以从简式里面 有没有 简式这边不是个副档名 打勾不就好了 就出现了 如果你不显示 就简式再把打勾拿掉 人家说OK了 当然啦 我是建议这个地方 干脆打勾好了 会比较OK 其他的话呢 就让它一直跑 全部OK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 程式基本上 没有改太多地方 只有改 我现在 选取起来的地方 有没有 第一个呢 可以把move 改成copy 但是后面 不要叙述放哪里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存档 OK 我试一下 save copy 你之前的印象中 假设我 不过你要再做下一次练习 这个感到手动先删 等一下再讲什么删 如果我今天把它改的 save as 的话 因为save as 是令存心档 save copy as 是令存一个复制后的一个档案 OK 当然有什么差别 我记得 事故好像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一样 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以这一题来看 你用save copy as 跟save as 其实都可以 你可能会 问说老师 那为什么他需要两个方法 其实最大的差别 未来可能有个地方会不一样 如果你save copy as 就只能够另存成exale档案的格式 但如果你是save as的话 你就可以另存其他格式 比如说你要存成csv 你要存成tst 你要存成其他格式 那你只能用save as 只有这边会有问题 其他地方应该都差不多 OK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刚写的程式云端上也有 在哪里 在第二个单元 就是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的单元07的 这一个 工作表分割为工作部 那基本上我是放在第二页的地方 其实就这一段 所以基本上就这个抛笔 然后再到这边 把这个mark 一下 其他都一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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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笑